跨年 我就開車嘛 就是我車停在那個交流道那邊 我坐我助理車去主持跨年 到桃園 就快... 就是準備要上台的前十分鐘 突然有個電話打給我 是刑警的電話打給我 他說 你說我要怎麼去主持節目 我說我怎麼可能去搶劫 我現在要主持那個... 我要主持節目啊 我說對 我是那個... 我說我是藝人小鐘 我跟他刑警講 曹小鐘是誰 你看我們要裝借鉗你知道嗎 小馬 一個堅強的小馬 告訴我們大家 我外表看起來就懦弱了 對啊 真假 其實... 其實我覺得男人是比較少 在這個場合上面 表現出感性的一面 但或多或少 都會有真性情的一面 像我曾經因為感情受創 那時候還在團體的時候 有一次在校園 對 有一次 有點不經流淚這樣 我看到小馬真的好可憐 就是我們一起去唱校園 結果我就看到小馬 怎麼這麼可憐 整個臉被抓傷你知道嗎 我說他怎麼會那麼可憐 我說你家是養貓還是什麼 怎麼會抓成這樣 後來發覺 他是跟他女朋友吵架 結果後來我看到他女朋友 兩邊這邊 你屁於 那邊過程是... 你屁於啦 對啊 他打... 他本來頭長得這樣 打得變章魚 沒有啦 過程是怎麼樣 他先抓你 不是 女孩子太激動 可能就是他有抓到我的臉 然後就... 臉上就有... 就有一點被抓傷這樣 但是因為那個時候已經 就是面臨就是... 沒有辦法再負荷 所以就是... 然後剛好又唱那個情歌 對 世界末日 然後在那個氣氛之下 底下都是歌迷啊 朋友啊 大家很喜歡我們每個人拿牌子 我看著他們的時候 其實腦袋裡面是想著 我的感情的問題 然後就當場就... 忍不住就... 就沒辦法唱了 潰堤喔 對啊 忍不住就潰堤 然後大家以為是不是... 歌迷以為是不是 因為我們怎麼樣 是賣太好還是賣不好 為什麼那麼感動會哭 對 大家正在懷疑的時候 但我已經受不了就... 但是我第一次在舞台上面 眾人面前 對...這樣演出 要不然的話私底下應該是 我們裡面來講應該... 可能比較在這方面 會釋放的情感應該是更宏 更宏 像我之前也是有一次這樣子 跨年 我就開車嘛 就是我車停在那個... 交流道那邊 我坐我助理車去... 去主持跨年 到桃園 就快... 就是準備要上台的前十分鐘 突然有個電話打給我 是刑警的電話打給我 他說 你說我要怎麼去主持節目 我說我怎麼可能去搶劫 我現在要主持那個... 我要主持節目 結果事情怎麼樣的 是有人把我的那個車牌 偷下來 他的車子是跟我一模一樣的 然後把我的牌弄到他的車上 他去搶劫加油站 沒想到你弟居然會做這種事 喂 不是啦 是他女哥啊 然後走路台搶了一萬五 我說對 我是那個... 我說我是藝人小鐘 我跟他刑警講 他說小鐘是誰 你看我們要裝線條 你知道嗎 他不知道小鐘是誰 所以說你真正感到難過的 是這一局 對 我就不想想說 我是休比都華的團員小鐘 他說休比都華是誰 休先生 很丟臉 這位我爸說是激情前男友 他就知道 喂... 太強了 你知道嗎 那種還要假裝堅強 尤其是藝人你知道嗎 藝人一直常常會以為自己很轟 可是廣告人家不認識你 他假裝跟人家微笑 其實我們內心在第一學 有時候走在路上人家說 小馬 還會叫錯名字 我們常常會被叫錯 我被叫錯 我會說 你真厲害 那怎麼樣 那是很丟臉是吧 沒有啊 這也戳得太離譜 我那麼矮 你那麼高耶 要不然是扭成這樣 你臉那麼大 我臉... 好不好 宋少卿 不是... 對 他常常被叫錯 宋少卿 扭成這樣